那個人數一定多 但剛才大舊講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出來選人數 而能夠將剛才我們講的議題 重新炒起來的人夠多的話 這個是會構成一個辯論 就算候選人不辯論 市民自己都會辯論 都會討論 你天天見 你今天見到在東村有人 明天西村有人 你上班就另外去到中環也有人 你各個區都見到人民力量的旗幟 每個區都見到在討論裏面 質疑民主黨投共 民主黨的背信棄議 民主黨出賣選民 你聽聽一下 你會有一個疑問 究竟為什麼這麼多人批評民主黨出賣選民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這個偽政改方案 為什麼我們要還2012的雙普選權 當你的議題不斷有討論的時候 有一些可能過去沒有什麼聽的開始聽 有些過去聽了一點的就開始留意一下 再聽進去的 拿張單張又看一看 慢慢慢慢他們的吸收就會多些 其實就不一定要說服這些人 有些人會一輩子都不會做 但是我們現在的理想就是 將這個議題重新在市民 將五一六 即是五區總辭這個目標 這個目的 以及民主黨 當時在這個五區公投的 即是 相近的時間 主動找這個中央 走去拍門 即是想聊天 這個訊息呢 告訴他們 如果不然 大家就當沒有事情 當完全忘記了 我們遲些會出一些宣傳策子 即是講講民主黨 怎樣投共 怎樣出賣選民 而也都到選舉期間 我們也都會逐個專題 即是出這個小策子 其實這個在五區公投期間 在去年五一六之前 那六個禮拜 我們都出了很多小策子 解釋各種的政治理念 和這個有關的政策 和為什麼要五區公投 為什麼仍然堅持2012雙普選 所以接下來這個新民主運動 第二波 我相信比去年的第一波 更加困難 即是面對的圍剿 和打壓更加困難 大家看到的 譬如很簡單 在五區公投之前 即是民主派都未完全決裂 當初仍然有些夢想 以民主黨可能會加入這個五區公投 我們當時都表示 我們願意讓出這個五區公投的領導權 就讓他們領導 我們五個區裡面其中的一個 是吧 即是你要我們 即是哪一個區沒有人辭 我們到時最後 我們至於戰師底 讓他們先選擇 提了很多 即是讓他們很優越的選擇 但最後都被人出賣了 所以你想想去年那段期間 啟動的時候 仍然有少少的夢想 或者少少的條件 即是覺得民主派仍然有機會 這個凝聚一股的力量 最後都很幸運 最後有公民黨加入 但是接下來這一次 區議會選舉 人民力量面對的打壓 公民黨都去了那邊 現在基本上 只剩下人民力量這個單一旗次 即是你連這個原本 即是五區公投區間 推動最大的社民連 即是都隨時到這個下年 接下來這次區議會選舉 可能又歸了對面了 是吧 他們會幫忙 一起打壓這個人民力量 是吧 所以即是接下來 這個年尾 那個的政治形勢 是越來越險峻的 即是這個人民力量的對手 更多 是吧 不過這個有個好處 這個有個好處 即是如果你說譬如整個立法會裡面 你只有玉敏和你的投票意向 跟其他所謂議員不同的時候 那所有的聚焦 所有的注重力 都是你倆身上 那如果說 即是剛才你說的情況 這麼極端的情況 其實報紙 就是報導有關人民力量 那個動力都很強的 不過只不過就是 就是報導力負面 那我從來都可以說的 就是沒有人報紙 那你更加最難搞 那如果你說有負面的報導 而這個負面的報導 能夠用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去將它轉化成為一個選民的注意力 那這個反而是好事來的 這個要真的看到時候那個的人民力量的領導層 還有有關參選的人那個的能力 因為你遇到這些壓力 我過去都見過到選舉期間 有部分候選人崩潰的 尤其是比較經驗的 崩潰都很快的 經驗比較淺的 即是因為你有些人習慣 譬如很簡單 譬如現在就是我和毓民受了戰 那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也都當他拗痕 毓民經常都說這些 當他拗痕吧 但是問題就是 有一些新的朋友 剛剛參選 可能剛剛出到沒有很久 見蘋果寫了幾篇東西 都借了 有時候不是這樣 有時候這些 不只是蘋果這些 有時候地區上那些人 就出了那些單張 又沒有具名的 然後到時候又說你這樣 說你那樣 抹黑打壓 到時候又製造醜聞 到時候又說你脫水 又說你性醜聞 喂 到時候會很多東西 所以 新參與這個政治遊戲的朋友 如果到時候 那個情況是惡劣的話 你真的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可能各種惡劣的情況 會同時出現 不過我看這個風氣 近來都開始了 近來都有一些苗頭 不過不是針對我們 針對民建聯 你看到這些 其實你都覺得 那些負面新聞 或者所謂抹黑 在這幾個月都出來了 但是如果說到民建聯 那些 始終是一個經驗比較豐富的政黨 面對這些問題 他們懂得比較 比較好一點的 damage control 轉得很快 很簡單 譚越宗很快已經說 他們那些成員 應該要拆掉那些僭建物 很快 立即拆 立即定調 到時候爺爺背後 付錢又未頂 總之 你所謂的損失 日後相配奉還給你 是啊 不可以 大哥 真的是 但是去到 如果是選民 人民力量的朋友 我有點擔心 因為 講選舉來講 可能很多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 你見人選 就好像很容易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選舉 是對你的體能 對你的心智 對你的意志力 一個最大的考驗 EQ、IQ EQ全部 什麼Q都考了 什麼Q都考了 所以有些人選完 我認識到有些人 選完馬上入院 入院 不是一個 崩潰 我認識到 整個精神崩潰 一邊選 一邊看精神科醫生 所以 大家如果是 這裡不是說 要給大家壓力 但是 你選得的時候 其實就要 會考慮這些因素 看看你選的目的 我跟很多義工都講 我說你們這一次選舉 你當你是五區公投的義工 心態去選 你不要打算贏這個議席 是吧 那個參選呢 只是給一個機會 你去宣揚這個新民主運動的理念 和概念 不是你要贏取這個議席 當你是沒有這個壓力的時候 你跟著做下去 那個的 就是 心理的壓力 和有關的問題 就必然會是少很多的 不過剛才大學講過 也都其中一點 就是現在我們最擔心的是 就是說 譬如那些候選人 或者比較新的 經驗比較淺的朋友 他面對一些 所謂抹黑的言論 他能夠去很 有策略性 有系統性 去回應這些東西的能力 有多強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要很小心處理的 因為 大家看到 這個社民連出現這個內訌 或者出現這個內鬥 然後導致到分裂 就是很多時候 都是某一些人 一兩句說話引起 那跟著那個波浪呢 就越蓋越大 是吧 導致到一發不可收拾 同樣人民力量 就是 都會遇到類似的東西 是吧 就是你現在還未成形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個正式組織 是吧 又沒有一些正式所謂的 主席級的職位 就是給哪些人 那所以呢 就是你沒有一個焦點 給他打擊呢 在現時來講 有些行動未見 但是你預了呢 就是類似的手法 類似的打壓的手段呢 也都必然會出現的 是吧 就是譬如有些人 透過這個網上 這個說一句 那個說一句 有些人 就是背後 又 就是透過一些這樣的憑黨呢 又去抹黑這個 抹黑那個 講哪些壞話 喂 你跟著見到這些 就是這些問題 遲早會出現 而出現的次數呢 會越來越頻密 跟著呢 所講的東西呢 也都越來越這個嚴重 或者越來越卑鄙 那如果你就是 面皮薄些 或者有時候那個 忍受力低些的呢 有些人這樣想的 喂 大哥我做義工而已 我幫爭取民主而已 我為何要受這些氣呢 是吧 我為何要受這些抹黑 我為何要受這些 這些侮辱呢 那很容易呢 就是就會被人家分化 被人家這個 離間啊 啊 跟著呢 就破壞一些關係啊 破壞你的組織的凝聚力啊 那跟著這些行為的出現呢 就必然會越來越多了 有部分 可能是老共做的 有些 可能是我們的 就是敵對派系的 有些 可能是以前 你自己最親的人 就是各種的情況呢 就是都會出現 那所以我今天都跟一些 就是 人民力量的地區朋友說 我說最重要是這段期間 由現在到 不要說只到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到下年的立法會選舉也好 總之大家站穩自己的崗位 做好自己基本的事情 其餘那些一切 剛才我所說的抹黑啊 那些留言啊 那些中傷啊 就是 抹了去 當沒有聽過 總之 總之就集中精神做自己的事情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沒有的 那都是那幾句 就是用了抑文講 少一點上討論區 少一點看Facebook Facebook 只是用來報導 放一些比較重要的政治活動 我呼籲人民力量的朋友 不要在Facebook 不要在人網 討論自己組織人事的問題 內部問題 是不是 你又出現以前的問題 有問題 開會談 再談不行的 叫大舊和抑文處理 我主持會議去討論 最好是這樣 就是你在網上一開始這些 就很容易被人進入 是吧 突然間有一個 三不識七的 你說一句話 就以為很公正 以為很中立 別人可以把你那個 扭曲某個意思呢 然後就用來批評你 然後你的朋友又幫你加兩句 那時候呢 那個戰圈就越開越大了 是的 有時候我們 那時候看著 其實也不知道 那個緣在哪裡來的 實際上 總之很快 兩個禮拜下 兩個禮拜 三天已經翻天覆地了 隨時而已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網絡新時內的政治挑戰 老實說 這是大家要吸收一個經驗的 現在都沒想到一個 什麼叫萬全的處理方法 但是知道 網上的打手就越來越多 好 那現在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聽聽各位觀眾回來 我們做第二節 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by radio 2011 新海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軍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 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心態百令化鋪 新海百年花滄獲 到 ИнTERN 鵬星期二晚10時至十1時半 同星期二晚10時至11時半 重 Associate入職 麥葉城 謝二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